认了!认了!于文月终于承认老婆怀孕了!网友告笑建议BB可以名叫于真,于甲和于可分身饰演自己。 认了!认了!于文月终于亲口承认老婆怀孕了! 36岁于文乐去年12月闪去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Sara,在澳洲墨尔本行完婚礼才公布婚训,韩吉结婚,其实因为王唐云妥住了B双喜联门,今日于文乐亲政太太又BB,恭喜晒!于文月!亲政太太有喜! 于文月终于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拍拖不足一年闪婚,男神疯盘,无少人羡慕王唐云成功孤实烂玩的于文月,今日乐在其内地同任达华以及林嘉莲等人出席网剧冒险王位私里发布会,受访时局终于承认太太又BB, 中话之前一纸毛契纸细想保护渠帝。 于文月!去年12月5日,于文月同王唐云在澳洲墨尔本举行婚礼,完婚才将婚事公告天下。 于文月!于文月月早日前飞到台湾探家人,之后由家姐陪同返岗,当时驻驻松身群的她,已经腰粗度圆。 于文月早前本刊拍到于文月同王唐云续中还食饭,卫物餐厅时也,于文月先要食烟提神,种植皆席已惊驼,离开王唐云身旁点烟,便向逼老婆拾取二手烟,下次五好啦。 由于余家人全在台湾,婚后移居香港生活的月嫂,自然捏都依赖老公。 于文月离开餐厅见到记者,托食老婆的于文乐及时笑晒口,展示同老婆温爱。一面。 于文乐乐起毛毛雨,王唐云索性立住卫衣定帽遮鱼粉,于文乐原本想去后巷的精品小店地也,可惜店铺拴晒门,二人只好行去罗车走人。 于文月平时无构体贴凯于文乐于情人节都重视得顶扎花壁老婆,老婆临到要不出来放。 闪,女人就戏寒意道。 于文月妥必以六个月的月嫂日前将长发剪短,自称自小学四年级后从未剪短发开乐嫂,忍痛剪掉一把长发,无非无想同度中逼逼抢赢。 养,以及坐月时方便打理。 于文乐中留言,话,我喜欢短发,出口树林老婆,月早大度初学。 早前本刊拍的于文乐放假都会陪老婆外出吃饭,现场所见,新婚才三个月,于文乐已经毛带婚戒,乐嫂小肤微微隆起。 于文乐于文乐时的托翻住老婆行,大度戏要人照顾。 于文乐于文乐日前无时开工就陪老婆去跑马的同友人吃日本菜,离开餐厅遇到记者,被问到老婆事无适应香港生活,乐宰众肯答,OK了。 但被问到老婆细咪细香港生BB,以及中意仔定女,她就立即封嘴,更拖使老婆急急搅走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